恭喜這條獲得HKMVC獎項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下現在的得獎感受呢 非常之開心 也非常榮幸獲得這個獎 當初知道入選HKMVC獎項的候選人 有什麼感受呢 會是很意外 因為一向我們都是比較自己去努力 默默做好自己的事情 也很少做一些坊間外面的宣傳 但都會被一些社會發掘得到 去頒一個這樣的獎項給我們 所以我都會當時覺得頗意外 但都是很開心獲得影響的 那覺得今晚的活動是搞成怎樣的呢 有沒有認識到的商界朋友呢 都有的 我們都有交換了一些卡片 認識了一些朋友 那你覺得為什麼你們公司可以榮和HKMVC的獎項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想我們是專注在聲音訓練上面 其實我們成立了十一年以來 都是一直在歌唱或者聲音訓練 由一些譬如用聲用不到 或者是唱歌唱不到 甚至說話有問題的人 我們都是很為這班人去令到他們說得好東西 或者是唱得好歌 我想這個是最主要我們得到這次獎項的一個好主的原因 那你覺得由HKMVC這個獎項呢 會不會令你的公司帶來更多的商機 和更多的市場佔有率呢 我相信絕對會的 因為我們會得到很多外界 或者是學生進一步對我們的肯定和認同 這個獎項也是一個外間社會對我們的教學 或者工作的肯定 相信我們的學員都會對我們更加有信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